各位观众您好,欢迎您收看每日一字,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个瑞字。 瑞字的国语注音是瑞,四声瑞,知未瑞,四声瑞。 瑞是枣子的板,插入枣子孔的部分,也就是一般所称的笋头,处辞久变,远枣而方瑞稀,无固执其举语而难入。 最终的举语是指意见不合,全句的意思是说,方头的木瑞是不能插入圆孔里去的,表示双方意见不相投合,便叫做瑞凿,又称为方瑞圆凿或圆凿方瑞。 因为,拿方形的瑞,安放到圆枣里去,当然是不能相容的。 和瑞字的形,很相近的是那字。 那字的国语注音是那啊那,四声那。 那是缝补的意思,像和尚所穿的衣服,有的是用不同颜色的布块补坠而成,便称为百纳衣。 而和尚也就因此自称为老纳或平纳。 那也是一种缝补的方法,是在衣物上用密密麻麻的针脚缝纫,使它结实精厚,像以前所穿的布鞋,便需要这种方法来缝制才能耐用,所以叫做那鞋底。 至于这个那字,国语注音是那,四声那,又读那,国语注音是那啊那,四声那。 那是说话迟钝的样子,如木那。 论语里人偏有,金子欲那于言而敏于行,都是指说话不流利而言。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,这三个字的右偏旁都是从内,中间是个入字,而不是人字。 书写的时候请您特别注意。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。 谢谢您的收看,再会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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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